曾在中国轰动一时的北极粘鱼事件 在拖延五个多月后 官方终于做出回应 但结果却让人跌破眼镜 官方称对前交通局长孙女炫富事件 调查结果不予公开 消息一出又在网上炸锅 直冲微博热搜 事件源于2023年3月 一位微博账号名为北极粘鱼的网友花文称 他爷爷曾担任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并宣称我家那么多钱都是韭菜供的 我只知道我家存宽九位数 同时还附上他爷爷参加深圳行政学院 公务员任职资格培训班的合影 北极粘鱼是个非常爱炫耀的人 血炎业就是其中一项 2023年2月6日 他曾在社交平台上发过这样一条动态 老头去桂林扮渔夫卖鱼 摇身一便穿西装公派美国华尔街芝麻 脸上写了四个大字 感觉贪了 第一次看到有人如此公开的说自己爷爷 调侃自己爷爷贪污 而他还专门配了很多照片 都是他爷爷年轻时候走访外国时拍的 除了血缘业之外 北极粘鱼子前也没少炫耀自家有钱 2023年2月5日 在被网友嘲讽时 他直接回应称 那些想骂死我的人 但是网友家里一年赚的钱 他一天就花完了 此外 还有网友注意到 北极粘鱼早前被网友质疑时 就曾大言不惭地表示 家里没有厅级干部的 不配骂他 2023年2月1日 他更是专门发布长文 将怼他的网友贬为低贱老鼠 底层贱畜 下等人 说网友轮回十万次都没法舔他一口脚 鼻民是中国人 吃中国的 用中国的 却公然嘲笑国人 北极粘鱼的言行 震碎了所有人的三观 因为这些极具侮辱性的语言 北极粘鱼一夜之间爆火全网 而他蔑视侮辱国人的做派 嚣张的气焰也惹怒了无数人 一时间大家都在好奇 他的背景究竟有多么强大 在民间福尔摩斯抽丝剥茧之下 北极粘鱼 的真实部身份得以曝光 北极粘鱼 叫中书会 其爷爷是深圳市交通局 货运分局局长 中根次 早在2003年时 中根次就注册了 1200万美元的公司 名叫香港企业 金域远东集团有限公司 不仅如此 网友还扒出 北极粘鱼的母亲 整日流连赌场 他的父亲不仅不加以制止 反而还称赞他母亲是赌慎 不少网友都很好奇 究竟是什么样的家庭 能够让一个人如此挥霍无度 怀疑北极粘鱼的父母 是不是也有公职 随着舆论的持续发酵 北极粘鱼的爷爷不得不出面回应 2023年3月24日 已经76岁高龄的中老爷子承认 他的孙女的社交账号 名叫北极粘鱼 但他家中有九位数的说法是造谣 很搞笑的是 这个谣言就是他的孙女 几次三番亲自发出来的 并不是网友造谣 为了自证清白 这位爷爷甚至递交了相关材料 希望有关部门一定要将此事调查清楚 不要影响甚至是交通运输局的声誉 也不要影响他孙女上学 拿交通运输局的声誉来说是 再说网友又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交通局内部也没有任何惩罚 这件事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但很快就有网友爆料称 早在2003年 钟老爷子就注册过公司 而且注册资金高达9000万人民币 钟爷爷说在他退休那一年 子公司和母公司都注销了 但在招聘软件Boss上 竟然看到了一家和钟老爷子 创办的同名的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的统一社会代码 是不是和钟老爷子的公司一致呢 由于官方删除了中家企业的详细信息 因此真相难以查证 同一天官方也给出了情况通报 说钟老爷子早在2007年就退休了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更是在3月24日这天通报 以就相关信息开展核查 并将及时通报有关情况 但到了8月25日 大晚新闻曾拨打深圳市交通运输局 电话询问此事 工作人员仅回应这个问题 我无法回答 记者随后拨打深圳市纪检委 公布的纪检监察举报电话 工作人员则表示 后续情况等待通报 直到9月10日 人民网从深圳发布一则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 对前交通局长孙女炫富事件的答复函 该局表示 今研究您申请的公开信息 不属于我局在旅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 制作或者获取的资讯 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资讯公开条例 第二条所称的政府资讯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资讯公开条例 第36条第三项规定 我局决定不予公开 在深圳市交通运输局不予公开的答复函中 我们只能看到的是权力的傲慢 相关部门像是在借助拖延时间 让该事件悄然过去 时间会让大众忘记一切 就像忘记铁列女之类的所有事情 再者说北极粘鱼一家早就移民澳洲 目前在国内的中家人也都身兼要制 要说网友要查中共为什么要听你们的想法去查自己人呢 其实让普通人愤恨的不是中家人的生活有多么奢明 而是他们从来没有付出过努力 凭借着老革命的身份 获得了普通人永远都接触不到的资源 赚了普通老百姓的血汗钱 还把人民当成韭菜一样 随意嘲笑辱骂欺骗 官方的掩耳盗铃不作为 更让民众看到了中共的无耻 强盗一样的掠夺我们普通人的资源财产 已经移民到澳洲 是不是应该赚国外的钱 和中家仍然像吸血鬼一样 在国内还是深圳这样的城市 贪污腐败 难道中国老百姓就应该被欺压 被侮辱吗 有事就推给盐田区 盐田区纪检似乎已经成为 深圳违纪违法团体的保护伞了 在深圳所有的区里 盐田区无疑是最黑的一个 纪检巡回组组长公开讲解 如何不被发现违法行为 毫无忌惮 为了自己的仕途 冯海明曾经也是查处了 一些老虎苍蝇 冯海明曾公开讲过 2012年的张德仁案件 公开资料显示 公诉机关指控称 2007年至2011年间 被告人张德仁 在任深圳市南山区 人民医院院长期间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 共收受他人贿赂 人民币70万元 港币10万元 但这样的公开信息 与冯海明在封奖会上说的并不一致 冯海明声称张院长是贪污100多万 张院长的情人是医疗器械代表 这位情人曾经给张院长的女儿 在惠州购买了一套房产 还在张院长亲戚老家 搜出来200万元现金 纪检组长冯海明说 不管藏在哪里 在轮番拷问下最终都会被找到 可最终法院的判决 却与冯组长说的并不一致 纪检组长冯海明说 不管藏在哪里 在轮番拷问下最终都会被找到 可最终法院的判决 却与冯组长说的并不一致 法律规定没有经过对方同意 私自录音的口头证据 没有法律效力 口头证据并不能完全证明 事情的真相 因为被调查的人 可能有意隐瞒事情 或者由于对过去事情 记忆上的模糊或遗漏 而导致口头证据不准确 不完整 总而言之 民众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中共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 2014年1月1日 盐田区人民检察院侦察员 冲进了沙头角海关办公室 当场控制了行贿受录的海关官员 与走私客 负责把守中英街 沙头角海关旅检四客 挤进全军覆没 办案人员当场查获108万元 他们有组织地和走私客进行勾连 按照走私车辆进出的次数 收受贿赂 并按照工作性质 职位高地的不同 予以分配贿赂 检察机关已陆续对 旅检四客8名海关人员 进行立案调查 案发后 海关官长 吴文奎和专职党委副书记 陈瑞全 也随即因涉嫌卖官买官 而被检发调查 备受关注的深圳市龙岗区 横岗人民医院原院长 孔德琪的案件 也于2022年9月18日 在深圳市延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孔德琪被指控 13年来收售324.2万元 贿赂赂赂 其中大头来自医疗设备 采购期间的商业贿赂赂 案件侦查人员告诉记者 孔德琪的住处 除了大量现金银行卡存折 高档烟酒 比比皆是 此外 孔德琪还利用收售贿赂 购买了两套住宅和三间商铺 为了怕别人知道自己房产太多 孔德琪就使用了亲戚的名义 购买登记 可这次审理最蹊跷的一点 就是孔德琪既不是在延田区工作 也从未居住在延田区 案件却为何由延田区法院来审理并判决呢 这无疑又给犯人员减轻罪责 提供一条可行出路 延田区法院曾在深圳市延港中学 强占退休教师的拆迁房屋赔偿款项 一案中 驳回教师群体的请求 王子犯法怎能与庶民同罪 经济案件也好 刑事案件也罢 只要有政府部门牵扯其中 所有的案件都会变成行政案件 感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去翻阅一下公开的资料与卷宗 希望每一位大陆公民都能早点知道真相 那我先来讲 我先来讲 最后一位大陆公民都会变成行政案件 证明的行政案件 最后一位大陆公民都会变成行政案件